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缘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土地宫显灵,最近不顺的人马上好运来,见者增福,不顺的都看看吧,心若晴朗,才能更幸福,心宽一尺,路宽一丈,心宽如海,幸福自来,不计较,不攀比,踏踏实实生活,安安静静度日,心安身自在,心宽福自来, 生活是一座飞马牌大钟,上紧发条,便会使人获得浓缩的生命,而有时却会是惊涛骇浪,行驶艰难,但只要我们心中的灯塔不熄灭,就能沿住自己的航线继续航行,土地宫显灵,土地宫会留在人间三天,这三天大家别忘了接土地宫,我接了土地宫说了,按赞好运道,留言一路发, 转走中大甲,2023年就有求必应,谁将我转走,我就让他一路发发发,求财的必发财,求子的必得子,求平安的必保平安,土地宫说了,谁把我转走,为我集聚香火,我就给谁实现愿望,土地宫说了,见我者,整年必行大运, 全家发大财,幸福安康,我要幸福,所以我转了,奇观啊,土地宫显灵,万年不遇,土地宫令众生衣食丰足,身心安宁,救度众生离一切苦恼,土地宫具有令众生增长精气,增进健康,驱除疾病的功德, 是大妙药,如果能见到和亲近土地宫,一切身心病苦,烦恼都能去除,而具足一切功德,最近不太顺的牛,羊,马,猪,虎,虎,兔,狗,猴,蛇,农48小时内转走,今天开始必然翻身,准到可怕,每次都好事连连,无比灵验, 24小时内拿走,效果最佳,土地宫保佑,我传了,为了家人和朋友,信一次,好运当头,看完扩散,过了一小时必须翻身,属于羊大笔尽才,属于马病痛痊愈,属于猴咸鱼翻身,属于牛才情两收,属于龙才远广进,属于鼠,咸鱼翻身,才情两收,属于蛇贵人出现, 属于鸡才远滚滚,属于狗订单大增,属于猪财运大旺,属于虎咸鱼发生,属于兔事业超顺,今年绝对发大财,财远滚滚,土地宫说了,谁把我转走,我就让谁发财,一定要转,今天24点前,转出去2023年,就会红运当头,花开富贵,2023年, 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大家,希望大家能收下,2023年,我要裁员不断,钞票满天飞,钱财笨你来,看,钱财如滔滔江水,正笨你而来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算命大师说, 这六个生肖最好命,钱多或少,贵人嘛,一年更比一年富,一个好命的人,必定是福气满满,这辈子没有大灾大难,但是却有很多贵人,并且财富不菲,但是真正有如此好命的人,永远都只是极少数,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, 拿六个生肖的人天生好命,财多或少贵人嘛,一起来看看吧,生肖龙,生肖成龙的朋友,一生命徒普遍顺遂,不仅生来携福待贵,后天发展更是六亲有靠,不缺贵人,他们命中解心坐镇,可以合理地回避过端,还能聚财笼福,在贵人的指点之下,财博是大大的旺盛,命好的没话说, 生肖猴,生肖身猴的朋友,一生命运是先亦后阳,即使出生在普通的家庭,但个人的发展生涯,也会越来越顺,因其命功受喜心眷顾,所以一辈子是福多凶少,须及必凶,除此之外贵人众多,事业欣欣向荣,想不发财都难,生肖兔,生肖鼠兔的朋友,一生的命运是好的不得了, 无论他们出生如何,一定能受上天眷顾,六亲呵护,运势相当强势,而且因其一生,得财心青睐,所以一辈子极多凶少,财博大发,有贵人左府右臂,难逃负贵命,生肖羊,属于羊的人天生就很聪明,他们命里福气旺盛, 因此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,都能够成为行业里面低精英,并且能够赚取不菲的财富,由于属于羊的人命中福气旺,所以这辈子灾难不敢沾身, 一生没有大灾大难,更加没有大风大浪,但是命中却有旺盛的贵人运,走到哪里,都有贵人的帮助和扶持,所以属于羊的人,一生平安且富贵,生肖猪,属于猪的人,同样是福泽身后的人, 他们命中贵人运十分旺盛,因此他们做什么事情,都能够得到贵人的指点和帮助,在社会上混得如鱼得水,春风得意,其次他们命中有吉星庇佑,因此远离大灾大难,贫困都不敢沾身,并且属于猪的人财气旺盛,命里有财,不管现在多么的贫困,将来都能够大富大贵,生肖蛇, 属于蛇的人天生就聪明伶俐,十分有责任感,他们一出生,就能够给家人带来福气,并且他们长大后十分有担当,总是把家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,所以他们很努力挣钱,日后都能够大富大贵,并且他们贵人运旺盛,越到晚年就越能遇到贵人,并且一生少灾少难,基本上都在平安富贵中度过, 全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,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